金色的BMW M3外型亮眼 车祸后整辆车从中间凹进去整个变形 另一侧车门也掉了 这辆2014年出厂的M3 新车价近500万里程6万公里 二手开价210多万 现在成了一堆废蹄 M3它是属于跑车类的引擎 那它的马力可以到400多匹到500多匹 那你在当中在开的时候 你有些性能你不了解 或是过弯啊踩刹车 整个性能你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那不能开太快 开太快有所谓失控 其他二手车商分析M3属于性能车 意外当下可能在测试 车祸现场时速表才会停在150公里左右 而类似的性能车真的要试车 上路前二手车商都会特别叮咛 希望说待会你慢慢开 不要开太快 我们还会提供以后的 引擎变速箱的一个保固 所以你这方面你就安心 要体验操驾乐趣二手车商 希望客人买回家再试 毕竟二手车通常已经没有车险 试车也不会签切结书 不会保意外险 要是出状况有车损客人赔钱试小 仍有伤亡恐怕难陪 据了解这次意外 31岁灵性驾驶自己有投保意外险 卖车的29岁灵性老板则有受险 但都跟试车无关 试车安全资深车行老板说 买卖双方都要有默契 才不会买卖不扯 还赔上一条命 TVB社徐昂山张雨昕 泰国导